表明呢 也就是在未来 甚至是如果提拔一把手的话 对于那些裸体做官的人来说 恐怕就没有希望了 所谓裸体做官 就是把妻儿 妻子女儿 移居到国外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长期以来呢 现在很多贪官呢 也在提高自己的风险意识 他们自己呢 把妻子孩子送到国外 而自己呢 留守在祖国 那么一有风吹草动呢 就跑到国外 进可攻退可守 对这种情况早该来管了 但问题是 如果把官员漏点的标准 来进行管理的话 我觉得在技术上 确实有很多难度 因为注意裸体做官来说 也存在千差万别的情况 有的官员是全裸 有的是半裸 有的呢又不漏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只管全裸的 那半裸的官员 可能又未见得觉得公平 所以我倒觉得呢 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裸不裸 而在于我们的权利受不受监督 我们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 到底应该怎么来面对 我们政府官员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只要是我们的政府官员 裸体做官的这些人 没有穿上皇帝的新衣 那么他们才会真正产生羞耻感 那么如果说公开和透明呢 能够来监管我们的裸体做官问题 我觉得民主制度的发展 可能未见得就能消灭仇杀 那么本周的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这个新闻事件呢 就是菲律宾的大屠杀 菲律宾的大屠杀呢 就发生在11月23号 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上 至今已经死亡有57人了 其中有27个是新闻记者 更令人发指的是 其中有很多人的死亡呢 是被用斩首的这种方式来杀死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呢 现在有媒体报道 他们这个屠杀的原因是起源于政治恩怨 那么我们知道从二战以后呢 菲律宾就引进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三权分立啊 然后直接选举 但是这样一种选举制度 在菲律宾一直有一些水土不服 虽然说搞全民普选了 但是政治仇杀的现象呢 一直层层不穷 那么我倒是觉得呢 民主制度的核心 就是用点头来代替砍头 用这个选票来代替大炮 那么菲律宾在实行民主制度60年 还仍然有用砍头来代替点头的 这表明民主制度在菲律宾这个国家里头 要有深入人心 还任重而道远 第三呢 就是本周呢 随着新闻媒体的强力介入呢 围绕着手机黄色网站的利益链条呢 也越来越清晰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黄色网站 SP中资服务商 广告商 也包括运营商 共同来分享了黄色网站所创造的GDP 那么根据我们记者的调查呢 投入一家黄色网站 可能成本只有一两万 一年的创收呢 却可能有一二十万 利润高达百分之一千 而运营商呢 根据中国移动最新的公布数据 他们每天所创造的净利润 就有三个亿 这中间到底有多少 来自于黄色网站的脏钱 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有一点 没有运营商的纵容 显然没有黄色网站的泛滥 那么在两年前 工讯部曾经说 谁运营 谁负责 那会是什么 负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